好消息除了睽違114天 台湾聯俄加零 今天指揮中心也宣布了 要開放AZ疫苗的第七輪預約 那麼是29歲以上的民眾 都能來做接種 預估人數大概是100萬人 7月19號前登記 還沒打第一記者 29號上午10點 記得上網預約 最快9月3號能打到 另外國內疫苗開到20歲 BNT又只優先開12到18歲學生 我們要這樣跨線市去移動 去上課 其實跟其他縣市的人 距離在一起上課 藍衣的風險也是很大 經理們會覺得 我們是不是被國家拋棄 多這樣的安排 都事實上是非常的痛苦 因為每一個年齡層 都有每一個年齡層 不同的需要 19歲國內有24萬多人 這些學生敬陪莫座 不少長者接種滿10周 第二季也沒眉目 部長也只能說抱歉了 我們當然希望 把這第一輪的涵蓋率 先把它做出來 一方面也有利於整個一個公共的防疫 不是不到 只是時候未到 這遲來的疫苗之所以讓人擔心 也因為變種株太猖狂 台灣28號今外再加6 其中有4人打過疫苗 前一天還有一位長榮機師 也屬突破性感染 除了國藥 還出現首例打印度 自行研發疫苗 仍感染案例 另外國內高端再增盈力 接種後死亡個案 是新北患慢性病40多歲女性 23號接種 27號外出昏倒 醫院診斷死 因為急性心肌梗塞 經濟以來三度本土加零 但還沒算到新北百貨員工這例 將連同巴拿馬籍貨輪船長死後確診 列入29號案例名單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